在朝間大環境 紅樹擁有獨特的生理和結構特徵 能夠適應到被海水浸住 又或者是缺氧的環境 紅樹林為很多海洋和沿岸生物 提供了食物、棲息地和育幼的場所 我們一起來認識一下香港的紅樹林 木籃掌有長而尖的葉片 而它紅色的花枸和雪茄狀的胎生苗 令它很容易與其他紅樹區分 木籃的組織含有很高的丹寧 令到樹生偏紅 紅樹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 銅花樹的葉擁有鹽線 能夠排出體內過多的鹽份 遍應的時候除了留意葉形之外 亦都可以留意一下葉面上白色的鹽粒 銅花樹是香港常見的紅樹 它的濫狀根在泥土表層水平伸展 穩定樹生 而膝根和支柱根 令到銅花樹可以在水漲的時候 仍然能夠保持呼吸 根部的適應性是很多紅樹的特徵 海南翅生長在潮間帶靠近海的位置 向上生長的出水通氣根 令到它們能夠在漲潮的時候 仍然能夠保持呼吸 環境和生物息息相關 讓我們一起細心觀察大自然 認識生物的故事 使用 逆地噴風 展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